find the value of x when tangent x 等于-2 for 那个 x 在 0 跟 360 之间 so 我的 tangent x 等于-2 so 我的 x 呢 我不要直接讲 x 我应该要讲 basic angle 会是等于 arc tangent-2 so 我在我的计算机这一边我按 那一个 shift tangent 然后 negative 2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这样 ok so shift tangent negative 2 不不不不不不不 在这一边我要找 basic angle 的时候 我是不要放那个符号进去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应该是 arc tangent 2 所以它应该是 63.4多度 ok 所以这个是 63.43度 然后我们有 astc tangent negative 是在这两边 所以我的 x 呢 会是等于 180度-63.43度 还有 360度-63.43度 所以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是 180-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 180-180- 然后所以它答案是这一个 110-110度哦 所以它是 那一个 所以它是 那一个 116-16.57度 然后另外一个是360度键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 OK 好 所以它这个是等于296.57度 就是这样 OK 然后接着B的部分 116 然后296 116 296 B的部分还有我们scatch Y等于2cosx So y等于cosx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 然后2cosx的时候呢 那就2跟-2 然后我的y 这个是y等于2cosx y等于sinex的话呢 它是这样 然后negative sinex 它就会是这样 这个是y等于negative sinex 然后这个是1跟-1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要我们画在那个answer space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假设我有1跟2 然后-1跟-2的话呢 我有90 108 然后276 360 然后它这个是-2到2 所以它是在这一边 所以它是在这一边 阿嘎阿嘎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是-2 呃-90 然后-3 然后-3 这样-3 这一边-3 哇很丑啊-3 它是-3 这一个-3 是-3 是-3 这样-3 然后-3 然后-3 上来-3 这一边-3 然后-3 另外一个呢 我们是这样啊-3 减1到1 所以它是这样-3 所以它是这样-3 上来-3 再这样-3 下去-3 好-3 就是这样-3 嗯-3 然后它说-3 state the value of c such that the-3 both graph have the-3 same maximum so它现在的这一个呢 它的这个是-3 y等于-2 cos x 然后这个是-3 sine x so我的 maximum呢 是-1 这一个的maximum是-2 他说 他要state the constant value of c such that both graph have the same maximum value 我的2 要怎样变成1 我直接-1啊 全部向下一格啊 所以它先不向下一格了之后呢 它就变成这样 ok 这个就是y等于2cos x-1 然后它就变成1 下面变成-3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c 会是等于-1 so 它的答案是 c等于-1 ok 所以这一边是它的schema shape of course the graph ampitude tool for course graph shape of course graph shape of course graph reflection of axis axis for sign graph ok 然后ignore graph outside the graph ok so在这一边其实我们可以用那个desmos来检查答案 so我有cos cos 然后它是cos 2x 然后 呃 接着它是 其实我要放那个range for 0 小过等于x 小过等于2pi 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negative sign x negative sign x 这样 ok 然后 这个不是cos 2x 它是2cos x 它是2cos x 2cos x negative sign x negative sign x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在这一边 maximum 它的这个maximum是1 1 然后如果我现在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减1 它的加C 这一边呢 是减1 的话 这样它maximum就会变成1 1 这样 ok 1 就一样好咯 它的maximum都是1 好 就是这样 那么 参全 有一条 进行